好 首先要来看到的就是台中市 在今天所出现了疑似施打流感疫苗死亡的首例 卫生局表示这个案是一名62岁的男子 他在10月5号接种了流感疫苗之后 并没有不适的情况 但是在10月6号却是在家中被发现 没有了呼吸心跳 经过了紧急松医还是死亡 而死因初步研判是心血管疾病处发 而卫生局表示说会持续的追踪 要离经死者是不是因为跟施打流感疫苗有关联 针对接种流感疫苗死亡 个案为62岁男性 有高血压等慢性病史 107年到109年都有接种过流感疫苗 10月5日接种流感疫苗 家属表示接种后无不适情形 10月6日在家中发现无呼吸心跳 经松医后已死亡 死因为心血管疾病处发 市政府对于疑似疫苗接种死亡个案 会追踪关怀家属 本案辖区卫生所已协助家属申请预防接种受害救济 本局将协助收集相关病例资料送中央审查 以厘清死因跟疫苗的相关性 好另外呢 新冠疫苗的第11轮在今天开打了 指挥中心三度无预警的加开第11轮BNT疫苗的施打对象 不过呢有民众就发现了第11轮疫苗紧急的加开 但是呢双北都是额满的情况 根本就没有办法预约到 只有台中上呢是有名额的 是不是呢要到民众的跨县市来施打呢 庄仁强说 因为目前的第11轮BNT还有11.2万名的名额没有满 可以预先预约就先预约 没有办法的人就改到12轮预约也是可以 好再看到他今天最新的说法 目前11轮就是我们还有整个BNT的部分 还有11万11.2万的这个名额还没额满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其实就是开放先开放这个 我们其实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先前都已经符合 预约资格了 第10期跟第11期 有符合预约资格 但他们可能都没有来 来这个预约所以我们就再加开一次让他们来预约 到目前为止有4万多人来预约 所以我目前其实就是先针对11期可以预约的就先预约 那如果没办法预约就是到第12期里面再继续再预约 它会一期的表示 就不开两期因为我们就下雨了 就在这下雨了 这下雨就会充分的